而且我听说家里吃东西啥也都渴着你 吃东西呢是到回到家了以后 基本上我们家的条件有限 公斤阶层之后过年都得借钱花 吃一顿鸡是幸福的事 但是吃个鸡 我呢先吃 吃完了之后鸡屁我爸吃 剩下就是剩下鸡架了 基本上是我姐姐还有我妈 能扎不点就扎不点 非常非常难 赵队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咱们家老爷子一直都是乐乐呵呵的 就从来没有说过全方位立体化 狠狠地抚摸过你吗 什么叫狠狠地抚摸过你 削他 对对对对等会儿俊哲 这我想问老爷子啊 今天在现场赵老您打过赵俊哲吗 这是一方面另外当时是上次八代 别打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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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过没有 打不打老爷子 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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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个下手方式 就我们那年代吧 教育方式都比较正规 都比较正规 手法都比较正规 那个时候我爸的反正是调着嘎巴 就是自行车里带 赶别状 反正掐大腿根 反正能用上都用上 牙头打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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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牙头有假的 梁老师我先插他一句 因为当时那个上四季八十年代吧 他有一个在大学大众院校有个讨论 有一个就是棒打是教育的最高流漏 他双方在参论的时候 就像后期你做过节目 因为那时候我就尊重那个棒打是教育的最高流漏 但现在就像梁老师你说的 现在不同了 我是打还是不打孙的 因为现在要是再打就属于家暴了